十年的国际品牌一条龙代工彩装 全亚洲口红年产量前三大制造厂就在台湾彰化 一年年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只 也创造属于彰化福星的口红经济学 口红经济学说的就是经济不仅气实 口红烦而大卖 因为女人还是要化妆 选择花小钱买口红来装扮 这印证在彰化福星相对间五十年化妆品制造厂 塑胶射出产线46秒就能产出八个口红盖 制造化妆品容器是他们强项也是主力 品品管管品相多达上万种 而现在更是国内唯一一间 从净料 充填 包装设计到物流配送 代工一条龙服务 不只每年业绩稳定成长 去年更创造18亿元营收 光是化妆品容器外销量高达一亿多个 片级120国占全球的5% 走一趟百货公司各大化妆品专柜 像是Chanel YSL 兰蔻 资生堂 高斯等 有八成以上的彩妆品都出自这儿 其中产量最大的口红 却也是制成最繁琐的产品 以前这个制造的工程的话 用10个人来做 然后现在只要一分钟 就把10个工程全部把它做完 旅柱是一支口红的心脏所在 搭配塑胶元件组合在一块 就成了旋转口红的支柱 光是这转口红的小动作 里头就多达六项工序 但多亏自动化运作 一天就能生产三万六千个口红中柱 之后再把中柱与外壳结合 最后才能充填口红 一支口红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 就如同他们企业改革的缩影 当中曾面临产业外移 劳工短缺以及化妆品原料 进口税率高 却仍坚持跟流台湾 投资30亿 扩建7.2公顷深化科技园区 与产业升级来迎战比较竞争 产业升级不外乎说从容器 然后包括现在做到充填的业务 力求我保有我容器的生产量 如果去力求它能够更精致 能够拉从外表的设计上面 去让人家感受到更加的质感 比如说它从外观的设计 包括转印 花图腾 还是雕花设计上面去做改变 迎接下一个50年第二代接棒 总经理卢玉娟从小就在工厂里打转 制造化妆品得心应手 说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目标成为亚洲化妆品制造一哥 在国内也成立自由品牌 以制造国际级化妆品的技术 打造属于台湾人的评价彩妆 它只是一个压克力 然后后面来用一个很特殊的 那个镭射标志 然后把它蹭托出一个镭射的感觉 然后变成是琉璃的概念 然后我就想说琉璃其实妈祖 那我是不是来开画一个粉笔呢 是一个妈祖的头疼吗 乌华乌博比 乌博乌博比 挾着制造化妆品容器的技术优势 让妈祖分笔一推出 掀起乌博乌博比的热潮 创造话题 但相较起欧美甚至是南韩的美妆产业 台湾已经在研发制造 却输在品牌行销 而台湾人的面子不能都靠博来品 要以本土彩妆产业实力 装点台湾人的美丽